嗨 姐弟又回來基隆了 據上次基隆美食的影片 受到大家熱烈的討論 我們今天決定要來公開更多 姐弟的私房美食清單 對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都在外地生活 每一次回來基隆的時候 都有一大串的美食要吃 因為真的就是太想念了 加上了味道 沒錯 這一次也是跟上一次一樣 就是我們精選了 我們在廟口的基隆美食 要跟大家分享 有話不說 Let's go 我們現在在孝山路的大腸圈 這是基隆特有的巷弄美食 它的大腸就是天然新鮮的大腸 然後裡面是糯米飯 然後來這邊除了點大腸圈之外 我們也會點很多黑白切 就像是也是基隆特有的櫛辣啊 水配棒 現在就先來吃一下大腸圈的部分 他們這邊的醬料有三種選擇 就是你可以依據你想要的辣度去做選擇 大腸本身的味道就超級香的 裡面的那個飯非常有嚼勁 帶著那個大腸的香氣 就整個吃起來非常的好吃 吉菇拉其實就是竹輪 算是基隆特有的稱呼 吉菇拉其實用新鮮的魚漿做的 口感非常的Q彈 有嚼勁 會見來的話一定要點 來基隆呢就是一定要吃海鮮 然後我們現在在這一間店呢 是我們從小吃到大的店 它有名的來這邊必點就是透抽米粉 跟各種小吃 它的特色就是海鮮非常的新鮮 然後料多有實在 我先來嘗一下透抽米粉的部分 米粉非常的彈牙 小卷也是非常的新鮮 而且它的湯頭是非常的鮮甜 超好吃 來這邊呢就是小吃也是他們的招牌 然後我們特別推薦大家 點特製的蝦捲跟天婦羅 光是看他們的外皮就是金黃酥脆到不行 而且他們的蝦捲的醬啊 有醬油跟哇沙比就是還蠻特別的 它的皮呢真的是超級脆 然後裡面的肉很嫩 外酥內嫩 吃得到蝦肉在裡面 非常的紮實 也完全不油膩 那吃完閒時呢就是要一些飯厚甜點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的是 home brown就是我們之前介紹過的一間咖啡店 他在廟口周邊開了一個二店 然後這間店的特色呢其實就是維持了他們本身 對咖啡一貫堅持的高品質水準 他們店的裝潢呢是非常的厲害 就是他們是用老房子去改建 所以就有一種新舊交錯的美感甜點 就非常厲害 就是他們除了有 從台北十一引進千層蛋糕之外 還有老闆娘一些親手製作的手工甜點 我們就是已經抵達了 Yay 馬上帶大家去一探究竟 Yay 這真的是派梅太新的姐妹聚會了 我們今天點的呢就是拿鐵跟老闆娘親手製作的甜點 一個是草莓蜂蜜西蜂蛋糕 另外一個是焦糖核桃咖啡 首先呢就是我們必須跟大家說一下 它這邊的咖啡真的是高品質 非常厲害 對 順口都不行 花果香氣濃郁 然後拉花又超級漂亮 我們先來嘗一下咖啡西蜂蛋糕的部分 蛋糕非常的軟綿 搭配上核桃很香 是老闆娘自己烤的 搭配咖啡的部分 感覺就是雙重的享受 有女生 草莓氣到了 尖叫聲 大家看到草莓就瘋狂 我們來品嘗一下 這個是老闆娘親手製作的草莓蜂蜜西蜂蛋糕 這麼紮實的草莓 這麼紮實的草莓 滑梅本身呢就是 酸酸甜甜 鮮奶油的味道 跟草莓搭配在一起 非常的有神次感 乾杯 乾杯 來基隆一定會來蓮珍 然後之前康熙有介紹就是他有名的玉泥球 不過其實姐弟愛的呢就是他的基底路也就是他的雪路 這是我手上這一個 他非常非常的豐富 第一層是芋頭鮮奶豆 然後第二層是滿滿的玉泥餡 就是西米露 芋泥非常的濃郁 是真的有吃到芋頭 然後西米露又給整個就是奶豆跟芋泥 有另外一個口感非常的搭 一口接一口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活力戰蒟若屋 一龍人都知道的 人氣甜品店 就是他春夏秋冬都超級多人的 尤其是晚上 因為他開得非常晚 他除了有甜品之外呢 還有炸物 然後我今天點的是美人湯 養顏美容的朋友們 一定要喝這一碗 因為他裡面呢 44號 謝謝炸雞排 我們的炸雞排來了 就是豆漿加蓮子加藝人 他不會太甜 然後料又非常瘋子 感覺就是黑碗之後呢 就會變得非常漂亮 今天點的是脊落玉冷湯 是我本人的最愛 滿滿的地圓 再搭配我很Q彈 來Q彈一定要點的就是雞排 他雞排真的超厲害 他的雞排呢 非常的厚 超級多汁的 完全沒有那種彩彩的感覺 而且炸的超級香 今天的美食之旅呢 真的是太滿足了 真的超車 非常的幸福 就是把想念的食物都吃了一次 有各式各樣 有甜的有鹹的 因為雞龍就是美食之族 歡迎大家來雞龍玩 歡迎大家來雞龍玩 很多就是真的非常特別 只有雞龍才吃得到的 所以真的非常推薦 大家如果喜歡什麼美食的話 歡迎在我底下留言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喜歡這部影片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按一個讚 然後如果想看更多影片的話呢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再見 下次見 掰掰